伴隨著西曆8月8日 獅子座新月 我們亦正式踏入農曆的七月節 在這裡做一個小分享 分享一個佛教非常之殊聖的法門 就叫做報父母恩就 這是一個期間限定 因為根據記載 農曆七月去念報父母恩就 如果是在世的父母就會增幅添手 即使是往生 甚至是過去七世的父母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過去七世的父母都可以得到解脫和超聲 我就是這樣去念 Namomilito dopoisoha Namomilito dopoisoha 詳情你們去YouTube找 找一些高僧大德 一些正式的法師的開示 就會有更加詳細的資料 因為正所謂豬肉在前 我都無謂跟他們搶他們的信用 因為我都是跟他們去學 正如我YouTube這裡的底圖 如果喜歡聽廣東話的朋友 就有法性講堂的法人法師 亦都是我這次佛誕去歸醫的地方 或者在台灣也有個海濤法師 他的開示都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那些要念多少次 或者是否真的農曆七月才能念 其他時候也行不行 麻煩你們去拯救其他高人 祝大家接下來是平安吉祥 以及你們的父母 亦都可以得到一份祝福 來到了農曆七月節 上星或者太陽水瓶座的自身正体雲世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訊息要帶給你們 實在是千絲萬縷 首先說一說如果你們 但是這裡的訊息主要是說你跟一些親密伴侶的關係 或者一些很親密你很信得過的人 首先如果你們是已經有既定的親密伴侶 無論是老公老婆還是男女朋友 甚至我當就算未公認的 但是可能一些閨密很知己 一些你會跟他是一個交道心 會不會大家經常有什麼東西都是 攤出來說的一些人物 喏 接下來 吵到飛起 吵到擦天 對了 那為了什麼的問題呢 為了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是為了大家的家庭和工作的一個分擔 哪一個東西放高一點的優惠 所以當然這件事一定會是兩公婆或男女朋友 會比較容易中招 你跟一個知己不會吵你們家庭的問題 那如果你們是生活朋友 首先為了工作事業的事情去存 任何一方 誰可能不做監獄 誰經常只顧著上班 不離家不照顧小朋友 那這些事情 第二個 好難事好難事是為了錢去做 大家各自理財的習慣 投資的觀念 怎樣花錢的模式 就這些事情會有很多的不滿 然後還有 為了大家一些信念之爭 尤其是來到現在這個什麼東西都會被政治化的世界 來到一個現在社會的局勢 那會不會有就著一些信念的問題大家去吵呢 或者一些人生比較長遠的理想 例如說可能會否移民 受著這些事情都會有很多的衝突 然後還有 受著大家的朋友圈 嘩 所以你想一下其實是不是真的任何的事情都可以吵得 有機會吵 所以你們這樣的爭執是很難去避免 是的 受著大家的朋友圈 還有尤其是我真的很想說 水瓶和獅子 特別是水瓶座 水瓶座是真的一個我們經常說博愛 那真的會博愛到有時候很容易沒有了一條界線的星座 這件事無論在我們尖聲學理論是這樣說 還是我自己塌之暖臨 我接觸很多水瓶的人 不論是我的朋友 還是有時候是我的客戶 我都真的知道 有時候水瓶是真的沒有了一條界線 即使自己是有夫之夫 或者是有夫之夫 但是可能還是會跟很多的異性揽頭揽頸很親熱 其實你們會覺得沒什麼 我真的不是出軌 就算在肉體上我不是出軌 就算精神上我都不是出軌 純粹我真的很友善 但是有時候伴侶未必敢想 尤其是在一個風高浪尖 即是風口浪尖位 可能平時沒事的 你儘管和異性去攬頭攬鏡 但是在一個風口浪尖位 他可能會趁機把這件事大做文章 回你狗獎 你明白嗎 所以 這些事情 每一件事都是仇把位 每一件事都可以是道科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存在的夥伴 要特別小心 再說一次 就算是普通一些你很信得過的知己都可以 但當然知己方面 你應該不會為了家庭事業去做 可能為錢去做 或者為你們的Mutual Friends 這個Circle去做 對嗎 或者你們接下來會有信念之爭 那接下來就真的會出事 好 接著 第二個 訊息 即是說 如果我當你本身沒有這個Live Partner 來近農曆七月 就真的 福禍相依 塞翁得馬 但是燕之非禍 得到的什麼馬呢 就是 可能會出現到Live Partner Potential的Live Partner 即一些新的對象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你們應該是不合格的 應該是有缘無分的 尤其是為了什麼東西 會有一個磨擦衝突 真是 世成水火 世成水火 其實就是為了家庭的元素 可能這個人 他還未定下 那個身為 他還是沒有腳腳 還想到處去玩 所以他不會跟你去成家立室 或者 我都不需要說到這麼遠 但是他不會這麼快 跟你去公開這個承諾 所以 就算你得到這匹馬 但是 他可能未必是命中注定的那個 即是Mr.Right 或者Mrs.Right OK 所以 但凡出現了一個新的人物 但是你要有心理準備 他並非真靈天子 這個是我今天想帶給你們的第二個訊息 接著還有第三個訊息 如果接下來 有些什麼 為了錢的煩惱 你們水瓶的朋友們 就很容易會找到 一個 男性是幫到你的 但是 你可能是要 無論你是水瓶男還是水瓶女 你都應該會找到一個男性去幫你 但是 這個男性 他就應該會對你有少少非分之想 你說 如果我是水瓶男 那找一個男性 他對我有非分之想 很簡單 就是同性戀 對 可能 他會要求 可能要你欲償 OK 或者 如果你是開心一點 還有如果我當你一直想找Sugar Daddy 那我會恭喜你 水瓶的朋友們 這個農曆七月 是可以找到Sugar Daddy 總之 這個月就會有一些對你想要非非的男性 他可能會透過一些財務上 一些實際的東西 買東西 等等這些經濟上的支援 但是去獲得你的感情 說真的 這個世界上有時候 即是叫做Give and Take 大家都是叫做等價交換 還有 我在這裏 我又不想去詆毀他 因為 雖然他有 他都叫做寧有所徒 但是可能其實他都是一早跟你去表明這個意思 OK 那選不選就是你自己的選擇 還有說真的 我都覺得他是叫做真情實感的 對你 還有意來 他都真的幫到你 那你去不去落答 這個就是你自己的自由意志 水瓶的朋友 無論你是男還是女 OK 那 還有 如果 但是 如果我要結合今天第二和三個訊息 所以為什麼說千千萬流 就是 無論如何 但是這個人 應該是不會跟你去公表你們的關係 OK 所以你怕不怕這兩個意象 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關係點在哪裡 所以 這個 農曆七月 水瓶的 那個 focus 就是這種 真的非常繁忙的 人際關係 OK 那就 看路了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b 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找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聯林新聞 都算是在玄學界中 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根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占星師 會跟星象去做 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強調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生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15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系更加之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星運那些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想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衡生銀行的那個衡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呢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